说到热呀,时下国内最热门的球队当属中国女排 昨晚,北伦国际女排精英赛在中国女排的夺冠欢庆中落下了帷幕 但是郎平指导考察新人姚迪的目标似乎没能达到 非常地认真,她也在为即将开始深圳战比赛积累经验 在新一期国家女排的集训名单中 姚迪的入选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从天津队的三号二船到国家队培养对象 跨度有点大 而跟随狼指导训练的一周都练了什么 相信这是所有人关心的话题 还是以最基础的为主吧 比如说动作上面还有传球的稳定性 前排后排这些 不仅是传球还有防守其他篮网其他很多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精英赛前姚迪曾接到将要首发的通知 不过正当她满心欢喜唱向自己的国家队首秀时 她却在训练中意外外伤脚癌 首发位置就这样让给了沈迪斯 自己心里还是挺失落的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不过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要往好的方面想 活泼 开朗 这就是姚迪的性格 也正是由于这份可爱让她很容易融入到中国女排的大家层中 这不上了看台她也不忘与队友们打成一片 但玩归玩 真正到了比赛的时候 姚迪也真的能够静下心来 悉心学习 在场底下观察的时候自己也是不是在学习 对 也在看对手的发挥 还有自己队里的不足和优点 由于中国女排已经提前放弃了瑞士女排精英赛 所以本期集训队员们只有 北纹和深圳两战精英赛的比赛机会 这也令姚迪如坐成真 无论是通过微信还是通过微博 她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球战意义 因为这两天我特别着急恢复 其实我特别想打第二战的比赛 在刚刚结束的北纹战比赛中 中国女排的二床位置上受到了外界很大的质疑 在即将开始的深圳战比赛中 姚迪能否如愿登场 郎指导表示还需要视察的伤心努力 本身因为我们这个阵容就是一个新的阵容 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本去每天换一个阵容 另外作为大媒 张磊 姚迪 偶尔有时候有学历 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伤 我们也不希望他们仓促上阵 这个星期一买的脚吧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就是我在还在积极的恢复当中 希望第二战可以上场比赛吧 体育频道记者王英春 赵南辉 发自宁波北红的报道